我们今天谈谈中二的数学方法公式 而今天的题目是一些考试出的长问答 随时把方法公式解决成ABCD四部分 一定要花时间论论题目 以及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景色 大家先提醒 The sum of the first and natural number 例如1、2、3、4加到N 就是用S去present出来的 由公式比例 就是将2分1乘N 再乘N加1 这样就会计算到 由1加到N某个数的总和 比例如 如果想由1加到25 我就不用按机 按1加2加3加25 加25个数 我们只要将25 N这个位置 按这么小的公式 就会计算到1加到25 立即看看题目 S1 S1告诉你 其实它想由1加到50 那我们待在N是50 这两个位置 就会计算到1加到50 那就不用按50个数 接着到S2 就由1加到100更长 如果你只是按机器的人都会瘋 可能夹数机没有电 那么S2 都是将100 代入N 代入N 就会计算到 这个通常就是 部分A 你计算了题目 资料公式的运作 代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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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art 超义,B开始有景色,它叫你HENS,即是用Part A的东西,计S3一个新的总和,有问题了,由51加52,53到100,问题出现了,我们的公式永远是一开始加起,如何断开51呢,巧妙地用S2和S1就做到了,下面放个振绩给大家,先将S2 也有理由地去做这样的,就是1,不是加多100,我由1加到50,然后再给大家看51加52加100,突然断开的,因为要走走S1,下面放到S1,就是1加到50,那干什么鬼呢,就是直式计划,我们就做减数了,如果我将上下减了,那出现了S3,稍等看看,因为绿色这个振绕,会减走了,1至50 那么会剩下的,会剩下的51,52,去到100加起,那这个就是S3来的,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很舒畅地,S3,即是S2-S1 那么用回刚才部分的数,就是5050-1275,就算到3775 这里的直式,其实我只是想给大家看,真正你做问题做卷的时候,其实这个步骤只有这三行,那就会很疏干了 那么我都希望你学完这个视频后,考试就容易做了,最后有Part C的状态,它又叫你用Hands,没有指名道性,用哪一条S1,S2,S3去计C,总之是Hands 那么新的S4,就是2加4加6加8,当然没有由1开始,这个更加动脑筋了 那么我先解架一下S4,先看一看研究一下,这条公式有一个特定条件,由1加到2加到3加到尾,那不是由2开始 但是我们都循着原来公式的限制,去想一想,第一个项目,可不可以变成1的呢? 第二个项目,可不可以变成2的呢?第三个项目,可不可以变成3的呢? 如果有这样的状态,就变成1加2加3加到不知哪里呢? 那其实就可以用公式去计算的,是不是随意呢? 我跟同学说,除2就变成1,2,3这样,那条公式就不用随意了 反而就用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Chapter,叫做Factorization 你把整条式Factorize 2出来,那类类东西变成1,2,3,还原到150 其实1加到50,那就是什么? 就是刚才计算的S1来的! 哇,真棒啦! 所以这条式,就是将2倍成S1的Solution 那就很快再计算到250 如果下次题目出什么3692呢? 那你知心碎,抽3就可以了! 明白同学,记得Subscribe我们的数学999 计算得适合变特首! 好了,喂!